大家好,我是郑厨,在家做薄皮包子 一定要记住下面这几个诀窍 出锅鲜香美味,皮的薄稀辣大 下面30年的大厨教你详细的制作方法 认真看完这个视频,让你在家轻轻松松就能搞定 首先,盆中加入食料的面粉 加入半勺食盐来增加面的筋性 然后将面一分为二 一半用开水烫一下 另一半用冷水搅拌均匀 这就是所谓的半烫面 口感非常的筋道 接下来用你干净的小手将面揉搓在一起 最后揉搓的光滑细腻 最后直到手光、盆光和面光 接下来我们套上一个保鲜袋 让它滋润20分钟 这样防止面风干 接下来准备一把洗净的韭菜 韭菜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丰富 多吃一些对我们的身体好处多多 将韭菜切成均匀的段状 切的时候可以慢一点,小心伤到手 全部切好以后 我们装入一个大盆中 接下来再准备一些胡萝卜丝 第一可以搭配颜色 第二可以增加营养 全部切好以后和韭菜装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将提前煮好的粉条倒入盆中 再倒入提前炒好的鸡蛋 下面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食盐 半勺胡椒粉 再加入一些万整调料十三香 倒入一些鸡精来提鲜 最后加入适量的芝麻香油来增香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所有食材融入到一起 这样一个简单美味的素馅就调好了 这食的面呢已经饧好 我们将它取出 用手继续的揉搓 直到将面揉的光滑细腻 最后我们搓成一个长条 再用刀切成均的面剂 这个面剂要比饺子皮大一些 接下来撒上面粉 将它揉搓均匀 然后按压成一个圆形的饼状 让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用擀面杖 将它擀成一个圆形的饼状 尽量擀的薄一点 这样呢包出来才会晶莹剔透 接下来我们开始包包子 将调好的素馅挂在面皮上 然后大抹汁不动 食肢向里面一层一层的折叠 不会包的朋友可以慢一点 尽量将口收紧 免得蒸制时里面的馅露出 最后像这样就可以了 包好以后全部放入托盘中 接下来我们要开水上锅 将包子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 切记中间要保留空隙 免得蒸制时容易粘在一起 然后盖上锅盖 大火蒸制八分钟 这个时间已到 我们打开锅盖 哇实在是太漂亮了 各个晶莹剔透 薄如纸张 我们打开一个来看一下 这样做出的包子 咸鲜美味 皮肚薄些的大 吃起来真的非常过瘾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记得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让更多人学会这道美食 非常感谢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见